从前年民国110年6月下旬开始 为了因应全国第三级警戒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措施 基隆市议会议事厅内议员席之间 以及对面官员席和议长副议长 以及议事工作人员座位之间 都加装透明各般保护 不过随着疫情逐渐趋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决定 从民国112年2月20号开始 松绑室内戴口罩的规定 而即将在2月23号召开临时会的 新一届基隆市议会 市议员和市政府官员进入议事厅内 还需要戴口罩并且撤除透明的隔板吗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威表示 市议员以及市政府官员进入议事厅内 是否要戴口罩 尊重规定和个人的决定 但是议员席和官员席的隔板 仍然维持暂时不撤除 戴不戴口罩 我们就基本上我们依据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这个规定 那我们进入议事厅 因为2月23号即将展开临时会 那2月23号开始 我们会尊重市府的官员 还有议员的这个自由戴口罩的状况 那我想我们议会 本来在疫情的过程中就有设置隔板 那我们隔板暂时还会留着 那戴不戴口罩 我们就遵照中央指挥中心的规定 议长佟子威表示 将会依照中央的防疫规定 滚动式调整 做好市议会各项防疫措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